義大利歐華文化藝術國際交流書畫名家 義大利歸國展 於今28日 在宜蘭三星物園心靈文化園區 舉行開幕儀式 悟濤創辦人李肇貞先生 宜蘭縣長林之廟 以及各書畫界貴賓蒂臨參與 物園心靈文化園區 於1993年 由悟濤創辦人李肇貞先生創立 由於宜蘭是他的故鄉 故選址於宜蘭三星 園區佔低約6000坪 除了特色湧泉 園林造景 此外還有一個展覽空間 提供各界藝術家辦理藝文活動 每當展期約兩個月 意大利歐華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 由楊天毅先生創立 拜師張大謙喜畫多年 曾多次籌辦國際藝文交流活動 努力擴展我國在世界各國藝文界知之名度 今年更攜手 今年更攜手國內30位俗畫名家 一同前進意大利展出 本次展覽分三個階段 首先於7月29日至8月3日 在台北匯豪堂 一郎舉辦行前展 隨後將這些展出作品 隨身席至意大利普羅那老皇宮 一郎展出 在8月4日至8月10日展覽期間 受到當地關注 曾登上意大利媒體報導 展覽完畢歸國後 於伊朗物園心靈文化園區 舉辦歸國展 展期自即日起至10月25日 公民記者 魏學姐 宜蘭報導 千萬辉由 展覽 我 會 今晚 轉 轉 轉